好,那我们开始吧,大家 今天呢,这是我们主要要谈的内容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 其实我一直强调大家的这个企业的man side 就是enterprise的business man side 特别是大家在设计自己的企业级的项目 和企业行业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个抽象一下 我把这个抽象一下 就把大家我们作为这个数据分析师 90%以上的数据分析师 他们都工作在哪些 这个体系下面 都做什么样的数据分析 这样的话,我想我们的同学都能对号入座 这个没有问题,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认为 今天的这个内容还比较多啊 我就是不干妈妈的讲 我还会去到这个系统上做一些demo 给大家一个最直观的认识 作为这个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必须知道的业务体系 至少你们要知道其中的一部分 至少 好,这些业务体系一定能给你们的背景 埋持在一起的 你们总能在这上面找到你们的影子 是吧 找到你们的背景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 真的,是吧 我会,就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是企业的业务体系 到底最主要的有哪些啊 还有呢 CRM 大家总是觉得 呀老师啊 你怎么老提CRM呀 我告诉你 70%以上的数据分析的工作 是基于CRM下面的业务体系展台的 这个一点都不含糊 你可以大家看一看这个在外面 这个求职 如果是在这个 我们说的是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如果他列出了业务体系 一定 70%以上是跟CRM相关的 好了 Marketing Digital Marketing 这个Marketing是很大很大的数据分析的一部分 其实我们同学啊 你看上次那个虚拿来分享 他的这个企业集这个项目和解决方案的时候 就是Marketing 所以说我会把这个Marketing给大家抽象一下 你说大家你们 对Marketing有了解吗 我告诉大家 即使啊 那个做了很多很多年Marketing的人 跟我 我跟他在一起也能探讨 这个Marketing的东西 这里面包括Digital Marketing的东西 所以说我在下面给大家来做一个 讲解吧 还有一个 第四部分 用户体验叫User Experience 是吧 和我们看一下Google Analytics 和BI Business Intelligence 这一部分呢 其实我们都有相应的Data 你会发现这里面的数据分析有多么的复杂 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把相应的Data下载下来 大家可以根据 那个Google Analytics上面展示的BI 你们去做一做 看你们通过这个Power BI和 Tableau能不能做出来 好了 那个我们往下走啊 我每次都要把这个放在这儿 为什么 我就是要给大家 胖吃大家 胖吃大家 大家一定不能只专注于技术啊 我们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我们各个方面的同学们 不光是数据分析的同学们 谈起具体的实现 就有很多话题 但是呢 一旦在这个实现之上 一些抽象的技术体系 往往就提升不上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而大家在面试求职的时候 没有人去让你去说 你是具体怎么操作的 大家了解吗 根本就没法面语这些方面 基本上都是跟你来进行沟通交流 还谈你在企业里面 你是做了哪些方面 企业方面的 参加了什么样的项目 做了哪些方面的数据分析的工作 这种man side 我们就叫企业的man side 知道吧 那大家可以看看 这方面 我每次都胖着大家 这是我画的图 现在其实这个更丰满 现在的这个也有其他更加的丰满 但是我放在这 我就希望大家每一次 脑海里要有个印记 对不对 在这里面要找到你的影子 还有这张图 其实我们同学们 当你在展示你的这个 企业技项目的时候 或者是你的行业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其实这张图 这就是你的架构图 印在你的脑海里头 其实你替换掉了 只是这些业务体系 整个框架 包括Data Warehouse 包括产生BI 包括这样的 对我们的数据分析师的同学 就是这张图 云啊 等等等等 其实你即使每一次 你在展示 每个不同的同学 你在展示你的企业技项目的时候 你的行业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你把这张图放在那儿 稍微做一下改变 就迈平到你的业务体系上面 就是这张图 这是一个相当一个模板 参考模板 非常简单 非常非常简单 是不是 大家一下子一目了然 就是我们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在企业里面做什么工作 所以说我又把它截出来 放在这儿 就是再给大家一个印记 好了 那我们现在到这上面看一下 我们谈谈这个现在呢 主要的 我们主要了解 主要的业务体系 这个Data Analyst 都哪些东西 这是我列出来的 其实 我这个是按业务体系列出来的 那我们说 我们的数据分析师 大家有的同学们来找到 我说老师啊 我以前是做 做Marketing的数据分析的 我能做Findness里面的数据分析吗 或者是我以前是做 这个财务上面的数据分析师 我能做其他行业的 Healthcare领域的数据分析吗 我说我们的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一定是Cross Industry的 就是跨行业的 就是你们以后求职 不会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工业 Industry 一定是这样的 你们是Cross Industry的 所以说 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任何的 这种企业的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都是可以求职的 我们强调专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等会我会走下去看看 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中 每天都在数据分析里面 不要以为 就是我们有一些 比如朋友来咨询 他们就说 哎呀 我做了一些这样的分析 是不是数据分析师 我说是 你做的是数据分析 但是他不是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他们的环要复杂得多 数据结构要复杂得多 数据量要大得多 而且他们的业务体系要复杂得多 了解吧 那是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这个我们其实在这上面 我就讲三大块 很多很多 就讲主要的三大块 第一块 就是我们的叫客户关系 客户关系管理 叫CRM 大家其实这个CRM 这是一个term 其实现在远远的 不要把它就是以term来理解 什么是CRM 就是完全你不可能理解 什么是真正的CRM CRM是就是基于所有客户 所有你的partner 所有人 现在包括还有所有的智能设备 展开的所有的业务体系 就是CRM 了解吧 你现在可能还有什么IoT 整个IoT的管理 也是通过这个CRM体系 你对你的customer进行管理 你对你的partner进行管理 对不对 你对你的社区进行管理 甚至你对你的智能设备 进行管理 全是我们全是 可以基于在CRM体系下面进行管理的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作为数据分析师 稍微的还是要把我们专注一下 那我们就看看 最主要的三大块业务体系 业务集群 它就是一个是销售 一个是sales 一个是marketing 还有一个服务 就是你有了你的marketing 有了你的这个企业产品 你企业在这个社会 生存的春夏秋冬 我们这就叫你的市场 叫marketing 然后呢 你就开始销售你的产品 销售出了出去的产品 提供相应的服务 对不对 这就是整个的一个体系 那这个就是围绕着你的客户展开的 那你想想大家 它重要不重要 现在是在这个时代 不光是在这个时代 它是我们企业最核心的 业务体系集群 是不是 它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最最重要的 我们干什么没有custom 还有围绕着custom 我们还有partner的管理 整个partner的管理等等等等 那在这里面 我就给它列了一些这个 就是你们以后在企业里面 你们肯定也会啊 多多少少会遇到custom 比如marketing sales service 你们可能会采用 这个企业里面 它可能采用的是不同的 这个软件平台 这个供应商的软件平台 对吧 你可能采用的是 微软的dynamics 也有可能采用的 salesforce 还有sugar CRM 今天我们有一个 sugar CRM的同学下午过 他又找到工作了 那家企业就是 以前呢 很长时间 那家企业大概有80多人 一个consult工资 他以前就是用sugar CRM 来做解决方案 但是现在被大大的挤压了 所以说他那个企业 开始拿到了很多 dynamics CRM的项目 他就进去了 他要让他take leadership 去管理所有的项目 就是说 你这个企业啊 你就从这个概念上 一定有客户 围绕着客户 一定展开有很多很多的业务体系 那这个业务体系下面 最主要的三大业务体系 就是你的销售 你的市场 你的服务 那我这里面列出来的都是 我这个PPT啊 我是不会敲PPT的 我所有的PPT都是我敲的 就是我给大家展示这个体系 是我的思路 就是围绕着我的思路展开的 那这是我列出来的一些 这个产品 对吧 Sable也在这儿 还有个C3 AI 就是 这是一家才上市的公司啊 很不错的一家公司 就是Sable的创始人 又创建了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是基于AI驱动的解决方案的一家公司 那么它跟微软合作 合作哪方面呢 它要AI CRM 就是人工智能CRM 我就说延展一下 在这上面就是这几大业务体系 我等会呢 都会给大家看一下 是吧 销售 市场 服务 那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体系下面 大家一定要想到啊 你要销售是不是有产品啊 你销售是围绕着客户展开的 是不是要有客户的管理啊 所以围绕着客户的管理啊 包括客户的分类啊 包括客户的promotion啊 包括这个 那有了客户 你是不是你要给他们销售产品 是不是有产品的管理啊 是不是大家了解吗 有产品的管理啊 那还有产品管理就得定义产品 包括有了产品 你得有定价吧 有价格管理 还有你的competitor啊 你的销售 你得看你的竞争对手啊 对不对 还有等等等等 你还有你wonder 你ponder的管理 所以说你想想 围绕着这个CM展开 是企业最核心的业务体系群 集群啊 这个我给大家说的 好了 那前面是 你就是你的这个 围绕着客户啊 你的ponder 你的wonder展开了整个的业务体系集群 下面该干什么呢 企业都是 很多很多企业 要么你们是为客户提供服务的 那要么你是提供有产品的 那这个产品呢 生产 制造 研发 是吧 包括这个仓储 运输 货跃 这一大套的管理体系 还有各种人力资源 HR整个管理的体系 那这一部分大的体系叫什么呢 叫ERP 其实你用这个词 你也不能反映出 它所代表的后台的这种 极其巨大的这种 集权 这种企业的这个业务集权 你比如那procurement的 是不是ERP啊 当然啊 采购是啊 采购的东西 你有这个仓储是不是啊 warehouse的管理 你把那个货放在哪个货架上面 这种warehouse的管理 是不是ERP啊 当然是啊 然后你货架上面 你的这个 这个stock的管理 就是你的这个 库存管理 就库存的这个体系 哪些缺货啦 还有多少这个 现有的这个 vailable的物品等等等等 这是不是就inventory的管理啊 整个的这套体系 是吧 包括全球的供应量体系 全部都是 这就是ERP体系 是吧 那好了 这一块体系 大家也是很大很大呀 对不对 我们说呀 谈到了这个业务体系 围绕着业务体系下面 都是数据的驱动 大家 我刚才谈到这个 这么谈了这么费劲的谈这个业务体系 大家我为什么谈 因为他们都是实现了数据的驱动 你们以后拿到高端的职位 你们就是在这下面来工作的 在这种业务体系下面的某一块来进行工作的 好了 那这里面可能也有这个排产啊 也有产品 对不对 也有这个排产的就计划呀 包括等等等等 也有这个logistics 你的wonder 你的truck 你的等等等等 你的这个资源的整个的管理 这里面也包括HR的管理 对吧 我们都把它规划在ERP里面 第三大块 finance管理 前面有了custom 你有了产品 你销售出去了 你做所有的activities都要花大量的钱 包括你后面的生产制造研发 都要花大量的钱 对不对 包括运输呀 供电体系呀 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有一个财务 财务流的发生 还有你企业有固定资产呀 有现金流啊 有等等等等 包括你整个财务的process呀 都是通过finance accounting来管理起来的 这又是一大块业务体系 对吧 其实我告诉你呀 我在这上面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业务体系 但是我把它列出来 就是你们不会跳出这三大块 我敢说 我们在线上的所有的同学们 你们在求职面试的时候 不会跳出这三大块 里面的一部分就是你们的背景 这三大块里面的一部分 就是你不可能 你可能也不会太知道 CRM和ERP同时看不到 是吧 但是你即使CRM里面的一部分 或者是ERP里面的一部分 或者finance里面的一部分 就足以成为你的background了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足以承载你作为professional的数据分析师 所能承载的所有的工作了 大家了解吗 一定你要match 所以我把它列出来 就是三大块的业务体系 是不是 大家了解吗 在这里面 第一行都是产品 都是这个贡商 就是这个产品 这个平台的贡商 在这个微软的这一部分 就是dynamic snap 或者business central 我等会给大家看一下 不能太抽象这些东西 包括这个ERP体系 也是dynamic 365的business central 那么ICP是ECC 我对这也很熟 我对这个ICPAP的ECC 非常非常熟 然后这个财务呢 我大概有个了解 这是财务下面的这个业务体系 大家了解吗 好 这三大块业务体系 要印在大家的脑海里头 你们要在这下面 找到你们的影子 找到你们的背景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要求 好了 那我现在就是一点点给大家 大概介绍一下 因为我还要到系统里 给大家做一些展示 展示这些东西我很在行 对吧 我告诉大家 这个业务体系 业务体系 当有的人 当一个人 从这个level 达到高度的时候 他跟你在谈的时候 就不是谈 谈里面技术的片段了 这个职位越高 它越是这种business 慢赛的 这种企业的慢赛 它谈论的问题越是这种value 就是based value 然后它越会 就是把你们的这种 数据分析专业的背景 跟企业 跟企业的业务体 融合在一起 你们可以设想这种面试 也是这样的 大家了解吗 包括你们的这个简历上面 如果都是一大堆的这种 技术的iterm 一点用都没有 一看简历就知道 这就没有什么特别的experience 因为你只要是experience的data analyst 你看到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知道吧 技术只是里面的fundamental 在这个上面之间 你在真正的谈到你的这个职业背景 和专业素养的时候 你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讨论 谈论问题的 你是从业务的角度来谈论问题的 知道吧 面试沟通就是一种正常的沟通交流 来展示你自己的 而你那种技术的片段 在这个过程中却不值钱 大家 虽然那是你必须掌握的 但是它真的不值钱 知道吧 就单纯的技术片段是没有价值的 好 你知道到我们社区里面 你看那个CM的社区是非常热闹的 而且我们的公司 CM是很大很大 降到70%以上的CM工作 这是这个微软的dynamic36 CM这个体系 我还是在这上面我把它简化了 现在的CM已经今非昔比了 我要是跟你谈CM 那就今非昔比了 但是我现在 就是对我们数据的同学来说 你了解到这个层面就够了 就是Sales Marketing Service 对不对 然后呢 大概这里面有这样一个过程 我把它放在这儿 是吧 好了我再看看是不是我该到系统里去做demo了 基本上就了解这些东西就行了 简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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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从这个数据分析师的角度 了解到这个层面就可以了 就这个就可以了 那你们说这啥东西啊 这啥呀 你就老师你放在这儿 那我就给你说一说这是啥 是吧 我们到系统里去看一下吧 就是给大家 我这些列出来的都是什么呢 都是Entity 我这些列出来 CM Module Marketing Module 和Service Module 其实CM更广博了 大家从我们数据分析师的角度 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不要把大家砸晕了 然后呢 我列出来的这些什么呢 这叫Entity 大家在这个数据分析师的过程中 我们都有这样一个设计模式吧 我们先是一个 Logical的设计 是不是 Logical面向就是Entity 大家有这个概念吧 然后呢 我们Entity mapping到具体的 数据固体系系统里面 就是Physical Design Maping到一个Sycle Server 对不对 那就是对应的Sycle Server里面的Table 它们Religion Shape等等等等 Constancy等等等等 那么Maping到Oracle 是吧 面对的就是Oracle里面的Table的设计 对吗 那这个是什么呢 我列出来的这些都是Entity 那么它们对应后台的数据里面 数据库就是有这个 对应的就是数据库里面的Table 我们到这个系统里看一下 到这个数据系统到这个里面去看一下吧 这一次啊就是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其实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业务体系 我们就不去踏实它了是吧 有很多很多 那我就先看一看这个CM吧 大家在这上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断我啊 这个我非常喜欢给大家来讲解 等会我也给大家生成一个Dash Vault 大家一天到晚啊 Dash Vault 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实际上现在很多的业务体系下面 它自动的就能产生Dash Vault 在系统里面就能产生Dash Vault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呀 我们是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如果是现在很多很多数据的分析工作 是Self Service 就是自助型了 很多很多做这个BABSA 他们自己就能做数据分析了 你在这个过程中有个非常明晰的感受 但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我们分析出的要复杂的多 是多维度的对不对 我再强调多维度的复杂的 多的多的数据分析的工作 这就是你看我一上来就会看到Dash Vault 大家对这个系统自动就产生了 根据你的设计它自动就产生了 在这里面我刚才谈到了CM的三大业务体系 在这里面你看这个很简单 它后来蕴藏着可是巨大的业务体系 大家不要把它复杂化 大家有印象就行了 在这里面 在这个我现在上来就分了三大块 Sales 大家看到了吧 Sales 然后在这个下面 有Service 就服务 服务体系 大家了解 服务挺抽象的 Sales 我知道把产品卖出去 服务是啥东西啊 大家那个call center的企业系统 项目是不是就是典型的服务啊 是不是大家 别人打电话到你们的call center 又来报这个issue 对不对 然后你的representative 接起这个电话 来帮对方解决问题 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服务 就是service call center就是一个典型的服务的一个实力 是吧 这个业务体系下面的一个实力 大家了解吗 那在这个上面 这个service是可以跟call center集成的 这个好理解了吧 还有就是marketing 等会我给大家讲一下 marketing 就是你企业的春夏秋冬 在这个社会上的春夏秋冬 这个marketing里面 我们都知道有camping 是不是啊 有camping 就是一次次的运动嘛 我们来让社会认知到我们 我们是要展开一次次的运动 让丢着我们在社会上的这个社会责任 承担我们的相应的社会责任 丢着我们在社会上的品牌 丢着我们的知名度 丢着我们的产品的品牌 然后别人竟然来消费我们了 那这样我们才能开创我们的sales嘛 才能卖出我们的产品 对吧 在这里面 这就是三大块的业务体系 其实在这里面 我就不往下伸走啊 你比如这个sales 这个sales 我们看一下sales 其实sales都是从这儿开始的 就是你们在做数据分析师的时候 这个起码都要懂啊 就是你比如你是做sales pipeline 整个sales模式的分析 包括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的这个历史情况 对不对 包括这个产品基于不同的这个客户群体 你客户的custom segmentation 是不是啊 这个就是分类的这种销售的情况 包括多维度的这种销售的情况 比如这个产品在这个区域 在这个时间内 这个产品类型下 这个产品 在这个地区这个时间内 针对这一群custom 它销售的情况 是不是啊 这都是可以做分析的 你也可以做预测 做mining做预测的 那它产品的销售 都是从线索开始的 大家了解吗 就例子 我们叫例子 别人要想买你的产品 你可能有了一些线索了 对不对 然后你开始通过这个线索 然后开始走你的这个process 大家不用太在意这些东西 我只是给大家做个比喻 你比如 比如我打开了一个 这是一个线索 有了这样一个线索 对不对 然后这个线索里面 你看有这样的东西 在这里面 我就想给大家看一个 就是整个的这个 比如我们把这个 登入我给大家展示的 这个过程叫一个 Sales pipeline 像个管道一样 其实很简单 Sales pipeline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先有了线索 那这个线索 我们是可以叫qualified的 如果这个线索是真实的 是吧 是有价值的 那它就会变成商机 就会成为真正的商机 商机里面 那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东西 包括cos 比如这是线索 这里面就 在这个线索的过程中 你会看到什么的 你的competitor 包括你这个 企业的大概的revenue 对你企业的大概的描述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data gathering 都是在收集数据的 对吧 这是线索 线索如果qualify了 就这个了 如果qualify 我们就qualify一下吧 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会变成商机了 了解吗 如果线索是假的 没有价值的 我们就把它close掉 就不要这个线索了 对吧 我们就往下走了 那这时候就是一个商机了 那我们就到里面 看一下商机吧 这都是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所有的商机 我们打开一个商机 商机里面就有很多东西了 你的产品 你是不是商机就开始看 人家对什么产品感兴趣呀 你列出来什么产品呀 然后对这些产品 人家开始讨价还价 你得报价呀 扣词啊 你得报价 对不对 等等等等 然后呢 最后如果还有包括你的agreement呀 contract呀等等等等 还有这个promotion呀 discount等等 完成之后 你是不是就会产生 你就可以下订单了 这叫order 到order这儿了 大家了解了吧 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不想给大家复杂化 因为我们还没有 这是我们系统嘛 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商机 转化成order 所以它内容是空的 了解吧 就是如果你下了订单 就是order了 那有了order 就fulfill这个order 你就需要相应的invoice 对吧 相应的invoice 那你把你产品卖出去 你是不是就得receivable啊 就是accounting receivable accounting receivable 就是去收钱了 那后面就连接到我们的finance accounting系统了 大家了解吧 其实我大概了解到这个就够了啊 就是这个south pipeline 从线索到商机 到商机里面当然有你的产品 要那个整个的这个报价等等等等等等 包括相应相关的服务 最后呢 你就成为了订单了 订单就产生相应的invoice 那么到后台 这个你后台就是这个fulfill这个order 就是你给人家发货呀 你给人家提供服务啊 这边就后台的这种ERP logistics等等等等 那么财务方面 invoice 财务流就到了accounting部分 它就开始收钱了 就是这样 要update你的generalizer等等等等 就是总账啊 分类账啊等等等等 大家了解了吧 是不是这个 我这个系统就到这了 我说到这 大家只要心里有一个线索就行了 哦原来在一个企业里面 我说的很简单 但是在一个企业里面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它的south的这个process 因为它的产品有 比如产品有数万种 然后它的客户群体 客户有上百万个客户 有企业的客户 也有这种consumer 就个体的客户 而且这个客户分布在各个的地方 全球化的地方 还有一个呢 这种客户 还有政府的客户 每个客户的你对待的方式都不一样 了解吧 所以说这些整个 其实它们的销售的所有的销售体系 全是通过这个来管理起来的 那是不是就非常非常复杂呀 而我们所说的south pipeline 就是围绕着你的这个产品 来展开的 而且呢 你这个产品还有定价 定价其实有时候非常非常复杂 对不对 你要根据你的competitor 你看它这个 你要是 你看这个 你爱的产品 你可以bundle 然后这个 产品还分family 就是产品级呀 所以它非常非常复杂 那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在CRM里面进行管理的 大家了解吧 所以说这个是不是非常复杂呀 等会我会把它macking到大家的数据上面 大家就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了 知道吧 这个销售 所有这些东西 是不是都是围绕着我们客户展开的 看的就是我们的客户 在这里面首先啊 这是我们的客户 知道吧 那首先我们需要对他们进行管理 大家了解吗 就是他们什么样的客户 我们要对他们进行分类 每个客户 享受不同的我们的这个 产品定家 不同的这种优惠 然后不同的这种 agreement 这种协议 大家了解吗 非常复杂 这就是对这客户 这就是我们的客户 好了 这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小围绕着客户展开的这种 sales pipeline 是吧 sales pipeline 还有marketing marketing其实就几大块 我们说是marketing list 这里面就是谁是你marketing的对象啊 就谁去受众啊 还有一个你要有什么样的campeting啊 就是对他们实施什么样的campeting 对吧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面有和 这就是一大块的业务体系 非常庞大 你看着这上面 比较简单的 但是呢 真正我们展开它是非常庞大的这个 这个业务体系 然后里面蕴藏了 就里面都包含了 你要做什么样的camping 然后camping 你需要deliver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内容就是你要给你的这个受众啊 就是你的受众的这种客户 你给他deliver什么样的information 这就是marketing展开的 我不想往下走 因为等会我们会讲一下marketing 是吧 digitalmarketing 还有一个就是service service大家其实对service很好理解啊 那个 你大家可以想想 你如果是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call center call center 比如我是这个贝尔 我的贝尔 我是贝尔的客户 把我家的这个Motern换 我给他打电话 那对于他们来说 拿起电话之后 他们的 他会拿起电话 然后我给他描述情况的时候 他会创建一个case 实际上就是一个take it 大家了解了吗 那好了 围绕着这个case 他就展开了 要么是送人 要么让这个 他的这个technician 到我这边来 帮我fix 或者他在这个电话的另外一头 帮我step by step 帮我来解决问题 或者是他把他的电话 transfer到下一个 这个相关的技术人员 他在电话上帮我解决 这就是这样一个case 就这样一个take it 大家了解了吗 那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服务的进程 就是围绕着一个case 展开的 就是这个服务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块 我可以这样给大家说 你们会发现啊 你们做数据分析 marketing相关的数据分析 可能占百分之五十左右 然后下面的百分之二十多 都是服务展开的 然后下面是sells 然后再下面是围绕着customer 产品 具体的你的客户的分析和产品的分析 一般都是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服务的进程 这个你比如你现在可以创建一个case 我接到电话 你在里面创建一个case 好了 这里面都记录了相应的information 然后我在 我是一个customer中心的服务人员吧 我来告诉你怎么解决 然后或者把这个case forward到一个queue里面 一个管道里面 后台有相应的人就pick up这个case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然后这边包括这个assign somebody到你的这个家里面呀 或者是就是arrange你的resource呀 make an appointment 都在后台 大家就了解吧 我说到这个程度够了吧 大家 这就是三大块的业务体系 其实说到这儿呢 我是要把这个业务体系说得简单 是吧 好让大家把这个专注点呀 关注点放在你它后台的 那这个服务它后台 你说老师啊 你说这么多 根本数据分析咋回事嘛 其实大家 这些东西啊 就是我们说的 你看你创建一个新的case 就是你要你录入相应的data 这就是你们后台数据库里面 存储的关系型的结构化数据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OLTP的数据结构 CAM里面的数据结构 你们所做的工作就是 以后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这是你们最最重要的数据员 你们可能基于datawarehouse来分析的 但是你们的数据 起点就是从这开始的 那你想想你做了EPP的 一笔一笔的这个 销售了很多你的产品 然后有很多这种sales order 然后有很多后台的ERP体系 生产制造 然后呢也提供了很多服务 然后也有很多这种case的tickets 所有的这些数据都存储在你后台 就是我们后台的数据库里面了 然后就是你们 要使用这种数据来做数据分析的 大家了解吗 那这个好了 我说到这儿 我现在就要把它给你们看看 它后台的数据了 是吧 大家到现在有问题吗 能理解吗 我列的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数据存储在哪些table里面 存储在哪些entity里面 大家了解吗 你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你比如我们到这个后台的数据里面去看一下 好到这儿 好了我们就到这儿 哎呀这个刚才我们也 比如我现在把这个流程给大家再说一下 大家就清楚了 再重新规划一下 好了 我是一个我们这个企业卖产品 所以在这上面我们定义了产品 是吧 我们有自己的产品 产品的定义是非常复杂的 大家有的产品 有的企业几万个产品都有可能 你知道吧 比如我们在那个 我们同学来分享 就是不是现在加拿大这个大麻合法化吗 在那个阿尔伯塔那边 专门有家公司 他们就用CM来管理所有的这种供应商的 就是大麻还有酒类啊 大麻和酒类的供应商 全是这个吃喝嫖赌的这种东西 他告诉我光那个酒类吧 我们说酒类 大麻敏感一点 酒类 他说酒类啊 就有上万个酒类的供应商 所以说那都是通过CM体系来管理起来的 所以产品 还有这个供应商的管理也是在这个体系下面做的 那好了 比如我们公司有相应的产品 然后呢我们现在定义自己的产品 然后定义产品以后 我们需要定义它的价格 了解吗 有了这个价格 然后呢我们开始做marketing了 好吧 我们这个产品牛的不得了 非常棒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开始做广告 包括Digital的这种marketing 包括email campaign等等等等 包括trade show等等 开始做广告 让整个市场认识到我们的企业 认识到我们的产品了 好了 我们的销售人员 基于这个大的这个背景啊 我们的企业的春夏秋冬 就开始卖我们的产品了 卖我的产品了 就开始销售 是吧 就我们的销售在哪呢 最先到服务这儿了 就开始到销售了 销售我们的产品 销售完之后 我的产品 是不是我们就开始提供相应的服务了 有的服务本身也是产品 那我们还是 然后把这个销售完之后的产品 我们开始提供相应的服务 对不对 然后再扩大化我们的销售 大家看这个就是这样一个流程啊 所有的这些都是围绕着客户展开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我们到后台去看一下 有了这个 刚才我们都做了那些事情之后 那这些数据啊 就是通过这种我们 run 我们的business 就产生了大量大量的数据 这种数据就存储在我们后台了 在这个体系下面 后台有好几百个table啊 好几百个table 然后这种table之间都非常非常的复杂 我其实这个也给大家展示过 大家以前可能没有特别的这种印记啊 大家可能就觉得 老师你想这都虚头把脑子 或者你们不在一个状态下 你看这都在这里面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就是entity 是吧 entity 这些entity 这些entity之间都有人认识 大家看看 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主要的 在这上面 这些都是entity 后台对应的后台的数据库里面 都是table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好了 我们再稍微到后台里面 大家有看到吧 有吧 大家看到吗 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我们有这个客户 然后我们要销售我们的产品 产品在哪呢 对应的table 对不对 它是个entity嘛 然后它有attribute嘛 就是它的color 对吧 我们就说 还有价钱 对不对 大家有价钱吧 有产品有价钱 然后呢 我们有产品 对不对 我们有产品有价钱 那我们还有相应的销售呀 就有order 我们还有相应的线索呀 立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立的转化成商机了 是不是 大家看到了吗 从我们数据分析师的角度来说 这就是我们所要对的 其实我们刚才转了business 这就是下面 我们产生的数据之后 这种数据所存储的地方 就存储在这些table里面的 大家了解了吧 那这些table 我们看看这table 跟我们平时的设计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在IoT 大家看到了吧 IoT也是 这个CRM可以管理起来的 智能化设备 然后我们看看 你说老师 这个table跟我们平时的table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就看一下它的结构是什么 对不对 Found 对不对 然后看一看 这是Field 这个Field就是我们所说的column 是一个个的列 对不对 一个个列 然后我们所说的table 关系的数据 我们强调的三种关系 对不对 我们比如这个Custom 它跟其他的这个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一对多 多对多 多对一的关系 大家看到了吗 有这个有VIL 你可以展示相当于List 你可以展示里面的data 然后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Gather data 对吗 大家看到了吧 这是不是跟我们 数据分析师所面对的 关系数据库里面的一个table 是一样的 只是像这个体系下面 有几百个 上千个吧 我已经没法 以前就有几百个 因为它现在整个越来越大 我觉得有小一千个相互 这种关系型的table 知道吧 OLTP的这种数据结构 就是我们作为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如果是我们要做 比如SAM这种体系 客户展开的 产品展开的 还有定价 包括我们的competitor 我们这边再看看 有没有competitor 当然有了 所以对我们的这个竞争对手 也有很多很多分析的工作 所以说所有的这种数据 那我们就得根据具体的业务需求 到这里面来找到相应的 我们所需要的data 要么基于这个系统来做数据分析 要么我们是不是要导到我们的data warehouse里面做数据分析 大家了解了吗 而这些数据 就是都是存储在这背后的 是不是 背后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库里面的 大家就跟上我了吧 大家你可以看看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数据库 order order没有啊 我没有产品成功订单 这是我们的客户 是不是 这里面就是大量的数据嘛 就是存储在那里面的 听到里面的数据 是不是 然后这个 产品就是产品 对吧 大家了解了吧 有了这些东西 我们才能做相应的数据分析 我们才能给予客户展开 产品展开 定价展开 或者我们销售展开 的数据分析 或者做marketing的数据分析 是不是 才能做我们的数据中心 call center的 这种数据分析 是不是 大家 大家能跟上我了吧 如果产生一个BI 就大家说 这个BI我才喜欢嘛 你说我看的这些数据 有啥用 是不是 就是view 你能看到里面的相应的数据 我就在这里面 随便产生一些BI吧 是很简单的事情 大家 我们要产生相应的BI 是非常方便的 基于这个EOT 下面 比如我想产生Dashboard 吧 要不然我们也可以用 这个Power BI Tableau 来产生 都没有问题 Dashboard 好吧 这是它的一个模板 当然我们可以在上面 可以定制化了 简单一点吧 是吧 Data Analyst Analysis 是吧 然后这里面 我们这个产生一个什么呢 我想基于这个Case展开吧 一般Case里面有内容 知道吧 有数据 Case Active Case 行吧 买Active 不要买Active 就所有的是吧 所有的Active Case 这样就多了 加上去 是不是很简单 然后这是产生一个List 对吧 我们产生一个List 产生一个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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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是都基于这个Case展开吧 就是我们的说的那个 假如是Call Center吧 就Ticket Case有时候也叫Ticket Case在这儿 就Active Case吧 然后我们就加上来 我们还是要加一些Column的 是吧 我们在下面再加一个吧 Active Case 我要快速的给大家做Demo 给大家只要有个印象就行了 有个印记就行了 在这里面我需要去加一些Column 我们在这上面再加一个Account 然后Active Account 然后里面没有 然后我们看一下Active Account 这个吧 加上去 我们就这样先产生一个Dashboard 主要是给大家讲 大家展示一下如何产生一个Dashboard 因为现在这都是在云端 大家了解吧 大家你们喜欢用Power BI Table 那是你们professional的工作 其实有时候在这个 比如这个业务人员 他也可以用Power BI Table 甚至可以用这个系统里面 他自动就可以产生 Dashboard和BI了 大家要把这个概念 融会贯通在一起 知道吧 其实我刚才做的工作 是我不是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我做的工作 也是一种数据分析的工作 数据展示的一种工作 我再想想 我们是不是能往下走了 我们不等他了吧 我看能不能不等他了 我们再打开一个吧 我们再打开 我还要 这刚才是一个Dashboard 对吗 好了 我再给大家想产生一个BI 也是BI Report 因为大家都 也是 也是大家的一部分工作嘛 是吧 我们就再往下做吧 直接等他吧 我们产生一个Report 工作性质是一样的 只是你们所面临的复杂 都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然后比如我们产生一个Report 我们就快速的 大家就看看 这个如何 就是给大家一些 直接的感性的认识 是吧 我们就按照它的Wizard 往下走吧 我们就是 产生一个Report 我们也叫Data Analyse Report 是吧 这个有两个 这个就是Table 我们就一个就行了 我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大家了解吧 我们还是用Case来展开吧 是吧 既然都是Case 他把这个应该放最前头 才对吧 他后面跟个椅子 他把这个Case放最后的 这个不太符合我们的用户体验 然后我们全部的Case 我们选择一个 我们选择这个Title吧 我们说里面包含 我们因为为了里面有数据是吧 我们只要包个contain的 我们就有Data就行了 不空就行了 有数据就行了 好了 好了 我们就随便产生一个Report吧 我们Case的Title 加上 是吧 我们再加上什么东西 Case的类型 我们选上 好吧 Contact应该有 有的Account肯定是有的 我们加上Case的Account 或者Contact也行 也是客户 是吧 Case的Email Address肯定是有的 好了 我们就这么简单吧 我们往下走 然后Table Only吧 那我们去到看一看 那个到云端 Publish 完了没有 我们看一下 好了 刚才创建了一个Dashboard 对吗 还创建了一个Report 我们看有没有 我们还到这儿吧 我们退出到这儿来 好 这是我们刚才产生的Dashboard 对吗 不好看 但是 大家这是不是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Dashboard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BI 那么 那么像那些CM的Procession 他们做这些东西 是熟到亲来的事情 大家知道吗 同样他们用Power BI 连接到 他们刚才我们所展示的 后台的数据库体系 他们很熟悉 所以他们产生BI 现在也是手到亲来的事情 而我们刚才看一看 我们刚才是基于Case的 我们做的那个Report 做完了没有 这是我们刚才产生的Dashboard 是吧 这里面有很多Dashboard 我们产生的不好看 你看人家这Dashboard 看着还挺花骚的 对吧 这是基于Optunity 就是我们商机展开的 它产生的Dashboard 然后我们看一看 我们刚才基于Case的下面的 然后找到我们刚才的 就是所有的Case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们的Report 在这儿吧 这是我们刚才的Report 我们Round一下 是不是我们经常要Round Report 也不好看是吧 这就是我们产生的这个 刚才产生的Report 大家看到了吧 大家现在能把这个整个的体系 融会贯通了吧 做了业务 然后业务过程中 然后盖着了大量的数据 然后基于我们的业务需求 我们就产生相应的BI 就是这样简单的 这样一个过程 刚才是CRM整个的体系 是吧 大家有概念了 就概念一下 好了我想再给大家说一下 ERP吧 大家也没有见过ERP 长什么样子 其实这是我们公司的ERP体系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好这就是典型的Basiness Central 其实它最重要的功能 是它的Finance Accounting的解决方案 它是Finance的整个的解决方案 包括你的这个单日账啊 还有总账啊 包括整个这个Basiness的管理啊 Purchase的管理 看到了吧 还有固定资产的管理 还有这个科目的管理 都在里面 都在里面 我这就Receivable Pearable 全部在这里面 我想给大家就不那么详细的去讲了 这是整个的公司的Finance的管理体系 包括你的Cash 就是Cash Flow 整个整个的管理都在这上面了 大家了解吧 这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采购 你比如原材料的采购呀 你这个办公室的采购 管理也是在这上面 这上面就是它的Dashboard 实际上看到了吧大家 这是它 这就是人家系统里自动产生的BI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给你一个Dashboard 你知道的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out 是open的呀 ungoing的呀 等等等等 包括它的整个inverse 这个overdeal的inverse 等等都在这儿 包括还有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这就是我们后台的这个压币体系 和Finance体系 以后你们 那它其实基于这个体系下面 同样的 跟SAM一样 它能产生大量的BI 它自己本人基于这个体系 它能产生大量的BI 知道了吧 你看这就是典型的BI 你也可以在上面 做个自己的BI 然后现在的这种业务体系 我刚才没有给大家展示 其实还有很多人工智能 在里面 比如SAM体系里面下面的数据 基于我们这个 ERP啊 contin下面的所有的数据 它又能产生大量的人工智能 是吧 这下面就是什么模式Landing啊 这个AI啊 就在这种后面 是吧 你都可以inside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今天看了一下 这是inside 这是它根据你的数据 它的一些inside的一些information 所以是你最大的客户啊 Top的客户啊 包括就是你这个 包括Five的custom 就是这个按照他们的销售额度 它给你inside了很多很多相应的information 包括balance等等等等 然后在这里面大家看到 是吧 它实际本身影班队的我们所熟知的Power BI 今天我想试一下 但是要安装 我就没有时间了 是吧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一样的 这也是我们后台的ERP提起 跟我们刚才展示的SAM体系是一样的 我们OLTP的数据结构 它后面也是Empity 是吧 对象大量的table 我们有一个 我没有把那个table 那个diagram放在这上面 我不想给大家 不让大家太bz 但是大家在脑海里 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 其实我们所说的业务体系 我刚才写了那么多 你就可以把它形象化了 就是这个里面 包括了accounting的业务体系 和ERP的业务体系 一大块的业务体系群 就是这个外勤管理 为什么我说这个Field Service 这个我放在这儿 因为我们这儿有同学 到贝尔去参加了面试 然后贝尔呢 Field Service 他们最大的一块 业务群 为什么呢 贝尔是要到这个现场 去安装调试吗 是吧 所以他有大量的technician 这里面包括来了Ticket 然后他们开始安排安排资源 到现场交付他们的服务 对不对 包括最后服务之后 对服务的评价 都是Field Service 而且是Field Service 外勤嘛 就实时的对它跟踪管理的 这样一个体系 那我就把这个 这个不是为了让大家看的 这个就是给大家 告诉大家 它后台也是ER Diagram 跟我们一样 其实刚才就是在我们Dynamic CRM里面 就能找到这样的table 这就是里面所蕴藏的entity 和对应到后台数据库里面的table 我放到这儿 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那这个就是我给大家讲了 两大业务体系了 CRM体系 ERB体系 还有另外三大业务体系 还有Accounting的业务体系 那我在下面呢 这个图就不想讲了 这就是一个Sales跟Marketing 一个关系 大家看到了吗 是一个漏斗型的 这个Marketing是这样做的 到最后是开始采购了 对吧 你开始做了很多看病 然后最后 你对应了你的这个销售 对应的销售 它都是一种漏斗的这种关系 然后这个我就不去讲它了吧 过去了 好了 那我现在还有一些时间 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Marketing 我以前这么多大 给他们讲这个Marketing 就DG Marketing 这个体系 包括DG Marketing 跟数据分析 Marketing是什么 我刚才已经谈到 Marketing 其实Marketing 有的时候叫市场 销售和服务 其实很多人呢 搞不清什么是市场和销售 其实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我们都说销售 是这个利润中心 是吧 Marketing一定是销售中心 消费中心 就是它一定是花钱的 一个企业里面 这个Marketing花大量大量的钱 而且现在这个Marketing 以前我们说的Marketing 简单 是不是 我们说的 互联网时代之前 基本上就是广播 电视 做广告 然后你到各地去巡演 叫Trade Show 或者一些刊聘 现在的Marketing 这个时代就非常非常复杂了 其实现在Marketing的主流 主要的Marketing是什么呢 是Digital Marketing 就是数字化的市场 整个的环境 我们其实现在都是 侵泡在这个Marketing的环境下的 这里面包括我们的 像YouTube上 我们的Digital Channel Digital Channel 包括我们的Email刊聘 大家Email刊聘 我们都会被人家Marketing过 我想 我们没有一个人例外 包括你在这个谷歌的这个 设施引擎的优化 包括关键字的优化 要色彩安政的优化 包括你这个在谷歌上 在各个媒体上的这种Display 做广告 就是突然弹出来一个窗口 来给你推送这种广告 我们说全部都是Digital Marketing 我在下面列了很多很多关键的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UX 就是对你用户整个行为的捕捉 这也是这个Digital Marketing 我告诉你啊 现在我们呢 人家对我们的捕捉 我们是不是没办法的 人家如果是想分析 包括谷歌 想分析我这个个人 他可以把我任何的 在我这个Digital世界上 所留下的痕迹 他都能捕捉得到 他分析我 他可以比我自己还了解我 他分析我的这个趋势 也许比我自己还能 还准确 就是这样的 那这就是这个Digital Marketing 我上面列了很多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 就是Digital Marketing 看到了吧 那Marketing主要的资责就是 我们说是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就是要把我们所要的 所要的 所要的 content和information 灌输到我们的用户 这个受众的身上 就让他们要 就touch到他们身上 就像我 我不行的touch你们 punch你们 就是把那个企业的 man si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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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nch到你们身上一样 Digital Marketing 就是要把他产品的信息 企业的文化信息 企业的价值观 包括他产品的信息等等等等 punch到 他的这个 受众的人群里面 人家才能消费他们 这就是Digital Marketing 因为我们都 侵泡在 Digital的世界里面 所以说现在Digital Marketing 是我们的主流 我觉得占到95%以上 90%以上 都是Digital Marketing 那Marketing了 大家了解吧 我正在列出来 大家有一个印象 了解就行了 那好吧 Digital Marketing 因为一个企业花了太多的钱 我告诉你Marketing 我告诉你 企业两大块 是最花钱的 我觉得可能IT 可能花更多的钱 就是这个IT建设 IT人才身上花的钱 是最多的 就是你们这些 你们这些 high tech的人才 你们这些 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系统分析师 consultant developer engineer 系统 企业在上面 在你们身上花的钱 是最多的 最多最多的 第二个多的 我觉得Marketing 当然 Marketing Marketing上面 就非常非常多 这Digital Marketing 里面 就是因为这是海洋 所以说 那个钱打到这个海洋里面 Digital世界里面 有的就像打水漂一样 你投进去 几百万 一点水花都不起 所以Digital Marketing里面 就要存在着大量大 而且这个数据量海大 因为它渠道太多了 Digital Channel 然后它的Model 太多太多了 它就里面存在着大量大量的数据 和围绕的数据 展开了大量的数据的分析 所以你们在这个求证面试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那个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是基于这个Marketing 展开了数据分析 特别是Digital Marketing 这个最大最大的苦恼 我告诉你 给大家一句话非常形象的 就告诉你了 就是 我看过一个人说 一个公司的CEO说 很大的公司 他说每年在这个Marketing上面 花数亿 USDollar 去做Marketing 这倒没关系 但是我最痛苦的是什么 我最痛苦的就是 我不知道这数一刀 哪一部分是有价值的 是我值得 应该投入的Marketing efforts 你知道吧 就是他最头疼的 那你说大家 怎么来帮助他解决问题 数据分析 肯定都是基于数据分析 你RI嘛 就是Return Free Invisement 这种分析 所以说围绕着这个Marketing Digital Marketing 展开的数据分析 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说你们可能 有一半的工作 又不是一半 就你们在某个企业里面 就做那一块的数据分析 专业数据分析 但是你会看到市场里面 有一半以上的 专业的数据分析师的工作 是基于Digital Marketing 展开的 给大家这样说一下 好了 那就是 这是我给大家画这个图 我讲这个不是告诉大家 让大家来掌握Digital Marketing 我讲这个是让大家有这种sense 你们作为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要有很强很强的sense 就要从企业的角度 从业务的角度 来考虑问题 站在这个角度 来去 建立自己的这种 专业的素养的 了解吧 那这里面就是这些方面 包括优化 色质安政的优化 谷歌色质 是不是 优化 包括分析 要social media 大家了解吗 跟你客户怎么互动 你社会的疫情 三件面的分析 对不对 包括你的content的时候有效 marketing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content 我告诉大家 我的一个感受 你为什么很多 digital marketing做不好 是因为这些人 就是做marketing的人 必须了解企业的文化 必须了解企业的产品 必须了解企业的服务 所以说这个marketing的内容 就是它交付的内容 给你delive的这种information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往往都是脱节的 还有相关的 email campaig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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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内 都是 digital marketing 最主要的一种方式 email campaign 现在也是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时代 我给大家说一个例子 我们一个同学 他是做事项目解决方案的marketing 这是一家企业 有多 那家企业 大概有十几个人 都在 digital marketing 在做 因为他们所 触发的客户 就他们每一次 一次email campaign 大概有五六十万 分email 企业养了 觉得五六十万 这个潜在的这种客户 然后他们要产生内容 要进行email campaign 就是发email这种信息 然后来跟踪 他的这个email 看片的结果 是不是有多少人打开 这个email 有没有revisit 就第二次打开 有没有referred 这个link 有没有forward 这个email 跟其他的朋友 他就抓出了很多这样的信息 结果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的同学 是Siam Consultant 他就帮人实施了这个marketing 上了这个系统 最后他们反归的结果 我告诉你 有一次他们做了marketing 十多万分的email 针对那个群体 打开的只有不到一百个人 知道吗 当时那个 因为系统完全透明了嘛 经过抓取相应的信息 来进行分析 没有一百个人打开 当时都疯了 这群人十几个marketing 这个部门的人工 要失业了 知道吗 几乎没有效果呀 讲了这么多人 不停地在这个email看片 还要付很多钱 做了一次email看片 不到一百个人 打开他们的邮件 你知道吧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嘛 这就是为什么呢 没有数据分析嘛 对不对 数据都在哪儿 他不去分析嘛 是不是 或者是睁闭着眼睛嘛 因为管你有多少人打开 大家了解了吗 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建立在这个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的 好了 这就是我告诉大家 其实email看片非常复杂 为什么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我们的工作 是在这方面做的 好了 这个我就不想去说太多了 这就是 Digital marketing CM 他们是绑在一起的 然后微软的相应的基础体系 这是我们 下面这个基础体系 是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基础体系 是不是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 一见到这个东西就高兴 是吧 所以我们来说 这都是小菜 小菜一碟 大家是这样吗 好了 那我说到这个地方 就是Digital marketing Digital marketing 我不想给大家做什么展示 因为大家就深深泡在 Digital marketing里面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面 我只是给大家 摘取了以前我们同学做项目的 他写的一张PPT 我就拿来了 就是我刚才谈到的email看片 刚才那个case 是一个极端的case 非常惨的一个case 十万的email发出去 只有不到一百个人去打开这个email 你能想象吗 那email看片是什么道理 怎么做呢 实际上就是抓住你的email地址 然后呢 给你发email嘛 然后里面就针对你 来给你投放 是吧 来给你touch你 把他的information 踏出到你的身上嘛 其实最简单的我们一般是用mailchip 我们现在也做email看片 我们也是用mailchip 对吧 那跟我们Dynamic Cm 跟Cm呢 绑在一起 然后呢 你有这个相应的list 就是你的所有的这种contact 就是email list 然后呢 你就给他们发email 这个上面就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是可以跟踪的 就是你发的每一个 你的这一次次勘评 这个你是可以抓到所有的信息的 包括这个谁打开了email 他们是来自哪些地区的人 打开了这个email 在这个email上停留了多长时间 在你的email里面 他访问了哪些email里面的content 是否点击了哪个link 然后呢 是否他forward了这个email 了解吗 他在哪个IP地址上面 全部是可以跟踪的 都可以拿到的 我们都可以拿到这样的信息 这就叫email刊评 那我刚才说了 你有了这样的信息 这都是我们专业数据分析师里 我们所要的素材 我们就需要这样的数据来进行分析 来优化我们的这个地区的marketing 来看我们的L2 L2 是不是 我就说这都是可以抓取到的 都是可以抓取到的 这上面我就再给大家说一个例子 我认识一个多大的学生 我认识他扫我 他老是他非常急 他那时候找工作 他去做了这个区块链 啊 那时候热 他说 哎呀老师我犯了错 我说你犯什么错 哎呀 我这个人家要做reference 我就 然后我的reference就把他 发给我 他的reference的email 就forward给他了 然后他说 你就填一下就得了 是吧 我们不想麻烦了 所以他就在他们家都填完了 都发出去了 结果对方一看呢 对方是peep track整个的过程啊 很容易啊 就peep track整个的 他们发完email 谁打开了 forward到哪去了 结果发现都是同一个IP地址发过来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一样的机理 email campaign也是这样track的 他说怎么办 我说这有什么怎么办 解释一下就得了 就跟那个猎头再谈一下 就是真的 他就去猎头说了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也没问题 最后重新呢 又做了一次reference 他同样拿到了那个工作啊 我就告诉大家 就是这样一个信息 就是大家在这个过程中 你的对email 对email campaign上面 你所的行为 都会被抓取的 我再给大家做个demo吧 这个用户体验 user experience 和数据分析 这个非常重要啊 就是我们 我们在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分析师的时候 我们的很多很多的数据 是通过 是用户的这个 他们的track的相关的数据 他在这个网站上停留多久 在哪个部分他停留的时间 他的购买率怎么样 他的转化率怎么样 知道了吗 他一天访问了几次我们的网站 所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信息 我们叫user experience 其实我们呢 就现在我告诉你 我们在互联网上 我们的所有的东西 都被捕捉 没有一个例外 全部被捕捉 所以说对方要想把我们分析 能分析的非常透彻 我们没有任何的隐私可言 在这个就在互联网上 我们现在所谈到的user experience 是啥呢 是我们比如对我们的poto 进行访问 对我们的e-commerce访问 或者对我们学校的网站进行访问 用户在上面所留下的整个的中继 和他们的行为 都可以产生相应的分析 产生相应的BI 在这上面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我把这个 就是用户体验 就是UX和数据分析 以及最能给大家demo的 就是Google的analytics 我不知道我们线上 有没有同学使用过Google的analytics 在下面我给大家做个demo 你们一目了然 是吧 一目了然 这就是一个非常 比如这是你们企业的poto 这是只有比如吧 是我们需要的网站 老师说他这个沟通meeting 他把我那个上面 就是右上角的那个 把他给盖上了 我想扩展一下就不行 知道吧 我得把它拉开 拉开有时候还挺麻烦的 就浪费大家时间 到我们网站上 这是我们的 你就我一个人到这个网站上 是不是 你的所有的中继 都可以被捕捉到的 假说那就是我们的网站 好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Google Analytics 你看他厉害不厉害 这是我们现在实时的 实时有多少个用户 在我们上面 看到了吧 就刚才就在 比如在我们这个网站上 有多少 有这是地区 看到了吧 整个的 这都是相关的实时的信息 它里面分了很多类 这实时的信息 用户 新的用户来自于哪 用户是怎么过来的 有的是这种 organic的 就是有机的这种 search过来的 有的是click 就是点击过来的 有的是refer过来的 有的是这个 session上面 有多少个session 然后这里面是有多少 刊评引起来的 大家看到了吧 所有的这种 相关的这种信息 全部都过来了 还有这种traffic 就是你看acquisition 你的traffic 是从哪过来的 你是从谷歌的这个search 过来的 还是通过cpcp过来的 还是通过这个shop 本身 这个for过来的 等等等等 是不是这些信息 全部能抓取过来 全部能抓取过来 然后你再看看他的engagement 就是这个客户 就是你这个用户 在这个网站上面 他停留的时间 停留 他停留 他engagement到哪些 就是他 访问到哪些体系下面 是吧 你看他这个 他是从home进来的 有多少 然后就这个online的star 有多少 是不是 然后这个在这个star 里面有多少 然后在shipping card里面 有多少你放到shipping card里面了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star 就是他会看到你这个客户 在整个的这个 比如这个ecoms网站上的 他的整个整个的一个进程 都在上面 都有详细详细的统计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什么样的event 看到了吗 大家有什么样的event 在上面 他来在这里面 包括在这个event 吸引了多少 total的用户是多少 每个event的用户数量是多少 然后在这个下面 所产生的总体的event 就是多少 这些信息全部全部 都能捕捉得到 都能捕捉得到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用户体验了 配置和screen 配置title 和screen的这个class 在这上面 你就能看到了 这就是 这个配置的title 这是配置的title 这是什么呀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有多少view 然后有多少用户 新的用户 有多少 是不是 然后每个用户呢 就是防了你几个view 全部都在这个上面 还有有多少转化率 有多少 就是你这里面 有多少人在上面 消费了 有多少人把它放到 这个shipping card里面了 然后成交了 都可以在上面 进行展示出来 是吧 都可以进行展示出来 是吧 然后包括retention 就是你客户 来到这个上面 停留的多长时间 在一个setting上面 看到有几个 就是在 访问了几个配置 然后在一个每个配置上面 停留的多长时间 它是全部都可以看到了 都可以看到了 然后这个 包括你这个客户的整体的分类 也能看得到 是吧 这个我就是给大家 这个大概的看一下 包括按国家呀 按地区呀 按城市啊 是吧 语言呀 还有这个整个的年龄阶段 还有一个 它甚至可以捕捉到 你是个客户啊 affiliation 就是你这个客户 你访问过什么网站 是这个客户 比如你是businessman 你是专注于education方面的 你是businessman 或者你甚至dating网站 你去访问 它都能给你捕捉得到 就是它能把你这个客户群体分类 是吧 它能比一样的 它访问到你这个网站上 它能分类出来 你这一个客户群体有多少 比如访问了这个dating网站 访问到你这个poto上面 而且它还能关注到 你这个 他们的这个 通过什么浏览器访问过来的 通过什么样的设备 什么样的浏览器 什么样的设备 什么样的设备 都是可以完完全全捕捉得到的 我在这想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看一下 今天我在给大家做这个demo的时候 它有一个 这个analysis 更加形象一点 比如我们看一下 这个你的这个路径 是吧 你这个大概的一个路径 就是你这个用户体验 在这个网站上的整个的 访问的路径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一下 它都可以分析得非常非常的透彻 我们要看一下它探索路径 分析出来你的这个用户 每一个用户 它有用户ID 它在每一个 就是这个用户ID下面的用户 它访问到你这个网站 所有的路径 它第一个界面 是第一个页面 第二个页面 第三个页面 在每个页面上停留的时间 它是全部全部可以分析出来的 可以分析透彻的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吧 这就是 其实在这上面 我们都可以下载相应的数据 大家 我们都可以下载相应的数据 如果是 其实在这上面 你这个数据 你可以试着去产生一些相应的 跟它类似的BI 你可以试一试 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你可以通过这个 Power BI或 Tableau 都是可以做到的 但你可以想象 现在这个世界有多复杂 还有Cohart Cohart Analysis 我们看一下这个 好的 那这个就是 对整个用户的一个 User Experience的抓取和分析 那你想想 对于我们数据分析者来说 就是把这些相应的数据 这都是我们的数据人 是吧 我们把这些数据整合在一起 就能对我们的产品进行分析 对定价、产品、竞争对手 对我们的客户、群体进行分析 是不是 对于我们的销售 对于我们的市场 对于我们的服务 满意度 整个的就可以分析 对我们的预情信息 就可以做完整的分析 那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以后 做专业数据分析师 所要面对的 我们不是面对一个 单一的一个系统 是吧 不是做 对那个Marketing用力 抓取一点点小小的数据 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那不是我们 专业数据分析师做的事情 我们是做复杂的 复杂的 跨系统的 基于很大数据量的 多维度的分析 这是我们做的事情 这就是能产生这么多report 我就不去下面去走了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试一下 大家去试一下 这就是能产生所有的report 如果我下面想计划一下 把这个里面的数据全download下来 然后分享给大家 大家其实可以去做一做 自己去这种完整的数据做一下 这个相应的BI 大家看一看 是很有意思的 是不是 大家有什么问题 这个图要印在大家的脑海里头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图 这是我们的Data Warehouse 然后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各个业务系统 最多再加Google Analytics等等等等 然后我们把这个数据都是导在这里面的 然后呢 我们是基于这个BI Power BI 或者是这个Tableau 来做相应的数据分析的 但最大不了就是这些数据库 这些东西有可能是在云端的 对我们这个数据 对我们这个Data Analyst 是没关系的 doesn't matter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业务系统 和业务系统下面的数据 以及呢 这些数据的这个 aggregation 是吧 OLAP 然后基于它来分析的 这是我们所面对的 老师 嗯 请讲 没有 因为就刚刚才开始 所以感觉就还没消化完 所以就也不知道该提什么问题好 没关系 说话就很好 我觉得Lisa还是很好的 至少你能告诉我 其实因为 我觉得就是说 我还在刚刚开始个阶段 然后突然一下子来太猛了 所以有点 就还在消化中 没关系 这些我们都会在后台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系 build起来 就是这个企业的mindset 一定要有 大家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 而且大家以后越来越 你在面试求职 你来谈论一个问题的时候 跟对方沟通交流的时候 你在企业里面跟业务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 或者跟其他的 你的counterpart 你的这种peer沟通交流的时候 往往是从这个层面来讨论问题的 不是具体的那种技术的片段 大家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sense 慢慢慢慢把大家提升起来了 那种技术片段是不值钱的 我再给大家说 一定要有这样 不值钱的 那种到处都是 而且那根本 你就是那种技术片段掌握得再熟练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素养 你是没法真正的能成为一个 专业的数据分析师的 是吧 那我看你 其实就是应该是从一个 然后你细的东西再分析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吗 技术体系是要掌握的 对吧 大家都会去掌握 对 技术体系你会发现掌握起来 并不难 其实你会发现 现在我告诉你 数据分析师啊 技术不是来难为我们的 你刚才我给大家展示了 你看那个CM里面 包括这个 这个 就是 用的 用的experience上面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BI 对不对 通过自己就可以转据BI 然后你要是用Power BI 直接到这系统上面 你都可以实用自己的BI 所以说 这个 如果只是单纯面向于简单的单一的这个 业务体系 以及单一的 业务体系下面的一些 用一些 基本的 Fundamental的一些 这个BI分析的工具 来做相应的分析 就不是我们要超越这个层面 我们才能成为真正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知道吧 嗯 所以这是我们要提升出来的 那这些东西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欠缺的不是说 我们具体面对一些data 对data进行的折腾 然后产生一些花里胡桑的这种BI 这是我们要做的 因为我们要学习知识体系嘛 但是 在我们求生面试之前 包括我们workout 我们的简历之前 包括 你在实现你的这个企业级的项目 和那个行业的 企业级的 这个solution 解决方案之前 你会发现 需要把你真正的build的成为一个 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这里面包括你的技术体系 你的专业素养 还有呢 你的职业背景 都需要在里头 跟着走 你慢慢就 因为lisa在这里面是最新的 我觉得是最新的 所以说 你会有 只要跟着走下来 就是有意识地去build自己的这种mindset 是吧 你就会能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我们的barr高嘛 我们要把大家的barr拉起来 知道吧 好 谢谢 没问题 没问题 今天我们就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